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猜 那修煤气灶的老李 修微波炉的小王 咋的 我出差这几天你把咱家给炸了呀 宝宝回来了 宝宝 你不是去那个非洲去那个出差了吗 我特意赶回来给你过生日 开不开心 开心 蛋糕都准备好了 那我把蜡烛给你插上 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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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根 祝我的小宝贝十八岁生日快乐 已经不是十八岁了呢 我知道 十八岁半 宝宝 你是不是特别在意我的年龄呀 怎么可能 我一点也不在意你的年龄 我那零二年出生数码的小宝贝 什么诚意 我没有没什么没什么 老张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时间呢 真是如同白举过戏 戏水长流 流了四十多年 你是没变样啊 你 大爷大爷 你是不是要碰瓷啊 我告诉你啊 我兜里可就十块钱啊 你要想碰瓷 我给你指条明路啊 出门左转右转 然后上坡上面全是豪车 一马合起啊 哎呀不是宝宝 她 她是我的男闺蜜 啥 男闺蜜 Yeah It's me 你是不知道我 我俩那是相当好了 想当年那是雄资英发 雨善关金 小乔出嫁了 我俩赶上第一批恢复的高考 老张 你还记不记得了 咱俩总去那个人民路的那个舞厅去蹦野敌 哦 我记得呀 不说我都忘了 当时啊 那十块钱的门票 不是 还是我给他垫的呢 看我 你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当心笑和爱 干嘛呀 怎么就跳起来了 你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我惹人醉 我可惜又乱云飞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来相会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 八十年来的新衣杯 好 小伙子你跳得可真好 那舞厅他也没少去 我不是咋的 我去舞厅干什么呀 张小伙子 张小伙子 不是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宝宝你别误会 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友谊关系 我相信你们俩是单纯的友谊关系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你的方林 他没多大 刚四十九 我给你少说了实贵啊 不是 小伙子你到底多大呀 你不是刚刚说不在意我的年龄吗 我当然不在意你的年龄 再说了 女人的年龄本来就是个秘密 我知道 所以你属 什么声音啊 不是 这又咋的 干嘛 清明上河图 宝塔震河妖 张统治 李同志 生日快乐 谢谢 没想到一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年轻啊 不是 他 他 哦 他也是我的闺蜜 啊 Yeah It's me 我和老张上学的时候就是好闺蜜 一个世纪的好闺蜜 那我相信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的小秘密 来 说出你们的小经历 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 洋运动 无需变法 公车上书 北洋军阀混战之后 我们俩可就再也没见过了 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 第五十六页 好的 谢谢 张同志 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口号吗 当然 记得 大德袁世凯 大德袁世凯 哎呀 宝贝啊 这个岁月的痕迹在你的脸上真的是无稽可循呢 可不是嘛 你找到我们老张 可是有福了 什么福啊 想当年我们老张可是个外人迷 杜月笙 严细山都追过他 都没成功 你说你是不是有福 我福了 啊 严细山 杜月笙都追过你 哎呦我的妈 过去了 过去了 哎呦 宝宝你是不是不高兴 你是不是觉得我年龄大 我现在不是觉得你年龄大 我现在在算辈分 按照辈分来算的话 我现在应该教你一生 太老吧 你还是嫌我太老 我不是说了吗 女人的年龄是秘密 我知道 那你这来 又来了 你 这位 好 好 好 吟响衣裳 花响戎 春风福建 陆华农 完姐姐 子妹妹 等会儿 她是 闺蜜 唐朝人 你也有闺蜜 当年明皇选妃 死到吧 让我补充一下知识点 当年明皇那是唐朝的事儿啊 我们俩呀 一起参加了唐朝的一档综艺节目 盛唐有贵妃 我是杨贵妃战队的 她呢 是承咬金战队的 后来在七斤六的时候啊 因为她太瘦了 所以被淘汰了 可我们的关系啊 可好了呢 可好了呢 哎呀我虽然不太了解你们那个年代 观众是怎么看综艺的 我现在就是 比较关心的是冠军 是不是你 嘶 说什么呢 冠军被勒死了 啊 正好赶上了 安史之乱 军阀混战 对啊 军阀没一个好东西 大斗原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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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小晚你是唐朝延 你又嫌我老 我现在不是嫌你老的问题啊 我跟你在一起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一开始我以为咱俩是姐弟恋 再后来我以为咱俩是黄昏恋 这到现在 我确实有点生无可恋 王姐姐 今天呢是你的生辰 妹妹没有什么好送的 就在路上啊 买了点儿唐三彩 谢谢唐三彩 唐诗三白首 谢谢妹妹 还有糖炒栗子啊 这是我自己的 哦对了 还有王羲之的蓝亭絮 也不知什么钱拿去挂吧 可以啊 真记 朋友们兄弟们 今天是我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日子 张小王 以后像这种爵士好闺蜜 没事就往家里带嘛 多带点特产 多带点文物骨吧 还有小王 我一点也不在乎你的年龄 哎呀快快快去聊天吧 吃饭去吧 你不嫌我老了 怎么可能嫌你老呢 老话说的好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世上只有妈妈好 嗯 嗯 啊 市场只有妈妈好 哈哈哈哈 妈好了 喜愿吧 啊 吃蜡烛吃蜡烛了 大公里 哎 等一下等一下 啊 这个蜡烛的数好像不太对啊 好像还差那么个几十根 不对 应该差那么一百多根 说什么呢 明明差了一千多根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我觉得她的年龄模糊一点挺好 再说了 对我也是一种保护 来宝贝吹蜡烛吧 亲爱的你许的是什么愿望啊 我的愿望是我真的想要再活五百年 啊 你到底多大呀 不是跟你说了吗 女人的年龄是秘密 你 有没有福我不知道 反正 我是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